真的是非常谢谢梅老师跟林老师 真的很感谢他们 得了十多年之后又愿意再回到玉林 帮我们玉林的师兄师姐开课 那我大概在19年前 确实的日期没有记得很清楚 我就接触了这个长生学 刚开始是因为我自己身体有一些状况 可能以前没有注重保养 虽然那时候还算年轻 现在也是年轻 但是就有很多的状况 那经过那个同事的介绍 就接触了这个长生学之后呢 我就很认真的学习调养 然后我去当志工 然后慢慢把我自身的很多的慢性病 那时候包括那个慢性的支气管理 因为我晚上都会 睡觉的时候都会咳嗽 咳到就是没办法睡 那透过这个长生学 我可以边睡觉 因为要自己调自己 所以我就睡觉的时候 就一只手就自己放在这个喉咙这个位置 然后一只手就就放在头顶 然后有时候睡到斑一点黑手 刷了就换一只 所以不知不觉 大概什么时候会有 就是不是很清楚什么时候 可是进来就好了 就是这种长期夜壳的毛病 然后其实我本身还有很多 比如说那个消化性溃疡 蛇脂肠溃疡 包括这种很多的慢性疾病 然后都透过这个长生学的自我调整都调好了 那不止如此啊 我想其实我还帮助了很多我们学校的同事跟不认识的人 印象最深的是因为那个玉里安通温泉有名嘛 所以我常常早上大概五点多我就会去泡汤 我都是泡那个野溪温泉那个户外的 因为每天去嘛 泡车是户外免 免费的 那我曾经在那边三次通过三个人在那边昏倒 然后有一次那个就是三次都是透过我长生学的那个急救调整 那个人就醒了 然后有一次那个救护车 第一次的时候是那个救护车还没有到 他他就醒过来 所以后来救护车就走了 然后同一个人又是同一个人又第二次就没有叫救护车 然后还会醒了 但是我就提醒他 我就跟他说 你可能不会连世那么幸运 不会碰到我刚好在温泉边 所以我就全他说 你会有这个毛病 就不要一个人再来泡温泉这样 然后第三次呢 那个急救救到的刚好是我同事的妈妈 所以他也非常的感谢我 我说不用感谢我 还真的要感谢这个长生学 那除了这个急救之外 另外我自己 这个玉璃高中的同事啊 有一位同事他生产完过后 他还是在我们花莲市很有名的医院生 可是呢可能是那个护士啊 就是比较没有那个经有经验了 所以他在接生的时候 可能把我同事的那个宽骨还是怎么样 有怎么样去拉扯 结果我同事呢 生产完之后 竟然那个下半身都不能动 后来因为在暑假嘛 他就赶快打电话给我说 请问我能不能回来帮他 就是说因为毕生刚才跟他讲的是 你这个没有办法治了 真的就是这样讲 因为他真的下半身不能动 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是就只能上半身坐起来 下半身是不能动的 后来他是怎么动 他是要坐在那种有四个人子的那个椅子 然后然后这样子滑动 反正下半身是完全不能动 他哭得要命啊 因为他很年轻嘛 就想说他就完蛋了 那里后下半身是不是 就是下半身 就是他的后半身 他的下半身就都会不能动 他就哭得很伤心 那因为产后又在哭 所以他那个眼睛就会有点那个毛病这样 那我也是每天晚上都去帮他调 调了当下一个礼拜而已 他已经就可以站起来了 从刚开始他的医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可能那个年轻的医生吗 我没碰过这个状况 他已经可以站起来 大概一个礼拜而已就可以站起来 就有力气了 然后大概两三个礼拜吧 他开始脚可以这样 这样子已经可以这样动了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一样生产后的同事 他是楼管 就是楼管就是有个洞 那个发炎的那个意就会一直流出来 那个医生也跟他讲要开刀 然后呢又讲了一句话 这开刀不一定会好 他又哭得要命了知道 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开刀 因为西医大概就是告诉我们要开刀 然后又加后面那一句就让他很伤心了 开刀还不一定好 然后也是一样 因为都是认识的同事 然后也是把这个状况跟我讲 那我也是每天下班以后 每天晚上要调 我调的时间很久 大概快一个小时 因为他的状况是很严重的 从来要开刀 那后来我碰到他的时候 我就先跟他讲说 先不要急着开 因为医生说开刀也不一定好 那先不要开了 我们就用长生学调整的试试看 就这样跟他讲 那我就很有耐心的每天跟他调调调 然后调到后面就开始不留 就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 不是说今天调明天要好 要花一点时间要有耐心 而且要有信心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耐心跟信心 你要相信 其实我觉得长生学强调 他说宇宙的能量 我的解释他就是一个爱的力量 你要有这个信心说 你的动机跟出发点是 我要去帮助别人 然后你也要告诉你 被调整的对象 然后我当然会说一些 一些话来安慰他 然后就是等于 从心灵上跟实际的行动上 都去支持他 那么这样调到一个多月之后 那个楼管就慢慢慢慢 就是有个洞 就慢慢慢慢就缩起来了 然后他现在就是宇宙老师 我们那个 他现在也是我们自动 因为他常常会对某人说 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说我也跟他讲不是 那何老师 你可以告诉他们 楼管大概接近哪里吗 就是会因那边 就是那个生完小孩 就是会那边可能 就是可能 可能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那个状况怎么样 就是会有伤口 就后来那个伤口 就一直没办法好 然后就形成一个楼管 楼管是因为他里面有发炎 所以里面的那个发炎的致意 就都会这样子 就是类似 我们台湖会说的感觉 听懂吗 有些人听懂 我们福建的会说感觉 就是在肛门 在肛门的附近另外烂了一个洞 对对对 就是生产的时候 那个破裂的伤口 其实因为我不懂 因为我们调整也不会去看 因为都是可以隔着衣物的 然后我今天讲的名词 也是根据我同事跟我讲的 但是我 因为长生区就是有这个好处 其实你不用去管他什么病因 或是什么病症 那你就是去调整 对着患部 跟相关的穴道去调就好了 就是这样调 然后后来现在这个同事 也是活动来跳 然后又有勇气继续生第二个孩子 就这样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如果有帮学生调整的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学生有很多 但是那个重大毛病的 倒是没有 变聪明的有 变聪明的 成绩变哪 变聪明 要怎么讲 就是本来比较很疲的孩子 然后他就是很过动 然后就 但是我知道他是很聪明 就不爱读书 然后会出一些状况 就是可能就会逃学啊 敲课 或者晚上 玩那个 以前那都是玩电脑游戏嘛 线上游戏 然后就晚上不睡觉的时候 白天精神就很糟糕 那精神一糟糕 然后当然很多毛病就会出来 包括他会长毒瘡 那个孩子可能就是熬夜 还是怎么会长那种毒瘡 他这个毒瘡 会从他的头 头长出来 这样子 就一个一个的 很大的一个 像青春痘犬一样这样 然后 那这个孩子我就帮他挑 每次长期帮他挑 每天终一挑 那后来毒瘡 就慢慢慢慢 就消下去了 那刚好是长在头部嘛 所以头就顺便摸一摸 就挑一挑 然后后来 这个学生都是我们班上第一名的 对 那我不曉得是不是有这个原因 还有一个更 更奇特的例子就是 也是我的同事啦 他有那个 叫做什么 脊椎侧腕 他就常常这边后腰都不舒服 然后他结婚有一阵子很久 就是都比什么有小孩 那很想有小孩 然后我也是利用中午午休时间 就帮他调这个后面 那时候就帮他调后面这个 那我一看这个位置就有点接近子宫 我就问他说 我就都是顺便 我就问他说那你想想 怀孕生小孩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可以的话 就进去 就是顺便了 就这样 那我就这样子 也是这样长期跟他调 就一个多月后他就怀孕了 然后他就只生这个孩子 然后我们学校的老师都 戏称那个孩子叫长生宝宝 然后就是因为做长生学孩 然后后来我没有帮他调了 就很麻烦 可是到现在 然后他就没有再来 再次 因为他那个好像是不容易受孕 就是因为他那个受伤地方的关系 这样子 其实调整的例子很多 只是因为突然 他没有什么准备 那就是这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 这样 谢谢